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显示了人与天主合作的成果 我们的生活非常类似这个比喻 我们像农夫一般的 就是像送土 把草准备好土地 然后呢 破种 施肥等等 最后呢 我们等待的受诊 除此之外 我们没有办法 招心从此内在的成长情况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们人力所不能及的 天主给了我们胜利 更好说 天主赐予我们生命这份大礼物 是要我们结果实的 只要我们愿意 我们有能力发挥我们的能力 发展我们的生命 我们学习 我们工作 我们努力 我们做我们所兴趣的 尤其是我们所热爱的 我们也可以完全交付自己的身心灵 为我们所合望的事业而奋斗 作为基督徒的我们 很多年前 我们就知道有一个词 就是天意 天主的天 意思的意 天意就是真正认识到天主是爱 而且他一直一直在以最好的方式来照顾我们 他并不是非取代我们 而是让我们自由地成长 但同时他一直在我们的身边 以一种无形的方式 在我们的各种的困难中 支持我们 鼓励我们 当事情不顺的时候 我们感觉到的需要天主 但我们很多的时候 常常抱怨天主 为什么 为什么天主离击我们 对我们有修守旁观 其实呢 其实呢 在我们的心灵圣著 我们很清楚的不是真的 事实是天主在等待种子滞着 同时呢 他需要我们去尽数我们的那一份职责 生命的奥秘 生命的奥秘实际在于 天主与我们一起工作 与我们一起赚造 与此同时 天国的正义 平安 团结也在渐渐地成为实现 愿天主将福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您的观看 天主